邀行寄出的第七波 房市的信用管制 的确让房市的成交量 是出现了有萎缩的情形 我们来看到在日前公布的 五大银行 十月份新增的房贷 金额是876亿 这已经是来到了八个月的新低 而且新增的房贷利率 飙升到了2.2% 所以这是写下近16年的最高 我们要请教董事长 你会怎么看 接下来这个房市的一个买器 这个成交量 现在出现了降温的情况 看房的人真的有变少吗 我们目前在台南的状况 就是来看房子的 大概瑞减掉一半 有少了一半 对对对 那但是呢 现在有勇气出来看房子的人 其实购买医院都非常强烈 所以现在出来看 是他真的认真是要买房的 对 所以如果不是投资客 是刚需需求的话 其实他的买器还是存在 还是有在成交中 所以买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目前没有太大影响 我们再请教董事长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科技大厂 他们把研发中心其实也设在台南了 会不会让当地的消费的水平又往上拉呢 据我所知有几个科技厂 他是把研发中心设在台南 对 那他的员工福利是比照足科 那反而呢 他可以吸纳到台南市最优秀的人才 因为福利比照足科 对 可是那个台南的物价是比较清明 所以他的购买力就变强了 对耶 就比较多的钱可以去消费啊 购物啊 那反而他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现在在台南的这个研发中心的贡献度 已经占他整个公司的八成以上了 八成 这是他当初所没有料想到的 所以说因为现在就是因为高铁 缩短了南北的差距 那很多人就返乡工作 那也吸引了这些科技厂在台南投资 那台南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因为台南的旧城区很小 那腹地不大 所以能够盖房子的地方也不多 所以他就往周边啊 散化啊 高铁这边去扩散 还有安南区 那所以 我们其实是对台湾的经济非常有信心 那我们也对这个房地产的未来的发展 也是乐观的 只是说 现在就是说不要涨太快 涨得太着急了 这样对整个市场是不健康的 很多人会 等说如果这个成交量萎缩的话 是不是接下来价格也会松动 但目前是缺工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吗 还有原物料的价格还是居高不小 因为现在建筑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找寻觅功能是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移动建筑要完成 其实要相当的耗时耗力 所以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吸收 那导致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比较重视生活品质 比较注重这个品位的住户 让我们可以提升它的一个附加价值 就是买房它其实也有额外的附加价值 不是只是用来居住 对我们可以提高它的建材 或者是提升它的公社的品质 让它整个居住环境会更好 那住在这边会更愉悦 使用性更高 对这也是一个趋势 在过去大家可能会觉得 可能买房这个公社比占这么多 有时候没有真的去使用到这些公社 但是你的看法是 其实如果附加价值去做得够好的话 其实它的使用度也会比较高 因为以前台南都是 台南人都喜欢住透天 对 那透天因为土地便宜 那所以透天就是土地很大 独门独户 但是第一个缺点就是垃圾不落地 那你时间到要去倒垃圾 尤其上班族这样真的很不方便 那平常如果邮差送信来 挂号信没有人帮你收信 自己还要跑去邮局 对对对 所以现在台南的大楼 变成一个显学 因为他就是有服务跟管理 还有社区秘书 可以帮你订高铁票 订旅游的机票 很多服务 柔性的服务 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便利性会更好 因为人就是一个寻求进步的 那我们居住的品质 跟理念也要不断地进步 所以这带动了台南 有点在转大人 本来都住透天 现在大家都开始买大楼 而且有时候休假的时候 也其实不用开车出去 就是很多休闲娱乐的话 其实在住家这栋大楼 就可以完成 其实我们现在一个概念 就是说把家打造成一个 饭店的感觉 俱乐部的感觉 那我们在家里就有健身房 有游泳池 有三温暖 还有可以红酒雪茄室 甚至还有礼法室或这个 批法室都有 十八休闲室都可以 还有麻将 麻将厅的使用率也很高 那就可以找很多亲朋好友到家里 来做一些联谊交椅的活动 好 谢谢董事长 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来看 高股息ETF 现在配息是出现了两样型的情况 这个929的配息竟然腰斩 接下来还要续报吗 我们稍后来关心